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运动那让香港的持续的进入到了进入到了这半年的半年的动荡一直到去年11月底啊这个区议会的选举之后香港的再稍微平静那之后呢又因为呢这个新冠新冠肺炎的扩散那香港的作为一个人来人人往的这个亚洲的亚洲最主要的这个就说呃空中的这运输的交汇点那香港当然了也会有一些 灾情最大防疫做的比较积极所有的这种的街头的活动呢当然也就能销声匿迹不过呢现在的疫情呢慢慢的慢慢的平淡了之后持续呢又到了五月周年了周年了之后呢在香港的街头的活动又开始呢借题发挥呢又又又出现了小规模的这种的集结的打打杂了那都已经开开始呢开始呢在街头上零零星星的出现 那政治呢又开始升温好但是香港在在叠什么那跟跟昨天呃昨天开始的就说呢这政协人大两会因为昨天跟今天啊这这两天就会开完那台湾方面来讲固然高度关注就说呢政协人大会不会呢会不会有任何跟台湾有关的敏感性的谈话 尤其在520那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之后那有没有呢比较比较官版的讲话 毕竟他叫做政协嘛好了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是大陆特有的机制就是他在一档专政一档独大的情况下面那透过这个政协把把其他永远在体制当中永远没有机会执政的这些呢其他的所谓的党派在政协会议当中呢当做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政党沟通的大平台 当然从从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民主选举体制的角度来讲那民主选举体制当中一定包含了集会结社的自由而集会结社的自由当然一定就包含了主党的自由政治表达的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这种的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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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的很核心的部分啊他基本上面不应该呢不应该呢在没有 侵害到别人自由的情况下面被拿来的当作公众讨论就是谁可以有什么自由谁不可以有什么自由好那但是 这种的在这大陆的这种一档专政的体制下面的政治协商的平台那当然也也就有可能借着借着正正协人大这两会那开始的释出对于这一整年当中在政治部门在行政部门当中 那处理或者说不好处理的一些的政治问题那以这种形式上的民意的制度那对这件事情的要表态 尤其在香港那今年看起来的正协人大的主要的主要的处理的对象不是在台湾 一方面520的就职演说让两岸关系呢进一步的走到了一个战不能战和不能和的地步就是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没有过度刺激的动动作 因此北京方面来讲的也就很难短时间之内定调虽然你看到了外交部国防部他们的讲话呢我外交部主要是针对呢美国的国务卿的蓬佩奥的贺电 那呃国防部或者说呢国大办的讲话虽然呢是比较直接的对着520的就职演说但是呢也不具体基本上面呃因为蔡英文总统的就职演说呢是很空洞的是很无聊的是很敷衍的所以呢北京的回应呢也就相对的空洞敷衍那跟无聊好那什么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调子还需要还需要一些呢一些新的新的事件的跟权势的补充 毕竟520的旧职演说讲白了就是一个没有没有没有做没有就是完成的答案卷但是520的时候仍然没有完成四年时候仍然不完成仍然持续在处在一个未作答的状态那未作答的状态呢就持不交持不交卷那不交卷那就把战线呢再延长换句话说这个呃定时炸弹的这个就是说呢这是时间虽然按了按了暂停键pause 但是什么时候呢再重新启动那需要新的事件好那但是人大呃正正协人大两会昨天的昨天的这个会议那人大看起来呢就是把把重点把今年的处理做重点摆在香港香港基本法23条的问题呃从 2003年04年之后呢就开始呢在在在香港的引爆 那引爆了之后呢拖了十多年的时间 那一直呢没有办法解决 换到香港跟澳门的基本法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 澳门的基本法跟香港的基本法的条文顺序 那这个条目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香港的第23条没有完成立法但是你去看澳门的基本法是我完整的23条 那香港跟澳门的在回归之后的表现也会让了北京方面更有感觉到有23条跟没有23条对香港跟澳门的发展的方向跟发展的调性 以及呢以及呢整个的回归之后的就是说的地方和内地之间的结合的那种的协调性 那香港跟澳门就是很有差别 当然说香港人多地方大地方的外国势力界介入多 我我之前讲过就是美国呢在在香港香港他的总领事馆的规模是很惊人好这点的待会九点半钟以后 九九点半钟今天星期五因为有龙心天下的但愿的待会在的在谈的是我的我是简单的简单说就今天昨天的港股的下跌基本上面的跟这种的气氛的是有关的那台股开盘了之后有有一些的科技类股可能会受到一点的冲击比如说像是IC设计啊或者说是这种的跟跟跟半导体的比较直接有关的类股因为美国对于华为的封杀 美国对于华为不是封杀美国美国对华为是傻 呃讲风会会引起一些误解以为以为美国呢只只是呢 只是要要要去呢围堵华为而已 只是要把华为呢就说的围堵围堵起来 但是不是美国现在所有的做法呢不是封杀华为 美国的做做法是杀了华为就是一刀如果不够 美国一定再补刀那美国呢美国上个礼拜呢已经呢已经颁颁颁颁布了你在你在现代国国家几乎不会看到的除非是在交战状态里面 你几乎不会看到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政府针对另外的一个国家的企业 你可以对对大陆的企业呢有各种的想想象力式的这种的攻击 但是呢这种的对于企业的政治攻击终究要回到证据的层面 你不能够像是80年代的在搞东芝你不能够呢像像像是呢像是哪十多年年年前呢在在搞这个法国的阿尔斯东 你不能够因为看到了这些国家呢在半导体当当中的有了一点成就之后就急着要把人家给勒死 那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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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陶希巴也好对阿尔斯通也好 那对于对华对华为那个态度是一模一样他在告诉你就说 美国这个国家本身在他的意识形态跟他对国家利益极端的自私的那个深层的深层的思考跟操作的方式不是谁当总统的问题上个世纪的八零年代的是主要是共和党在在执政是罗罗格之后呢是老老布希好那 不管是不管是这个罗罗格或者是这个 阿尔利阿尔布什 那他们呢他们的这种的这种的操作的方式跟现在的当中创没有太大的不同 当当我要当我次你东智半导体死的时候你就得就得死 所以你现在看到了美国的在在处理华为的方方式的那种的那种的态度 跟上个是世纪呢在处理 Toshiba Toshiba就是就死了 东智半导体就就死了 日本的半导体呢就完了 那 法国的这个阿尔斯东的也是一样到现在为止呢还在禅禅送他当中 但是呢也一蹶不一蹶不振 让这些的这些的story我就不细讲了你自己在在在网络上面去搜搜寻一下大致上面的这些 这些story 都完整 那个呢那个是在日本的日本的半导体业的一段非常沉痛的历史今天后悔也来不及 但是美国的这次的不同就说因为他面对的是中国 你要知道不管是日本 不管是法国 终究的第1个是他的同盟 第2个的日本的基本上面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的他他他关在了水牢里面的奴隶 基本上面的日本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脱离二战之后呢 美国的美国的占领 占领之后的军管的状态 其实从日本的日本的就说呢整个的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讲 日本还没有脱离美国的军管 那 因此呢 当美国呢要对日本下手的时候呢 日本的基本都是乖乖就就范 上个世纪眼看着呢 头续把呢被日本被美国呢就就给活活活活的给 刺死 那 日本人有这样看着 日本的通常 日本的产业也就这样子看着 看着呢 头续把死了 日本的今天呢如果在一些的高高高端的这些 这些呢就说 半导体产业 现在 现在的几乎的无以为继 跟 东芝的死亡以及东芝死亡所引发的 美国呢敢于对其他国家的企业 下重手这件事情 那 影响是非常的深远 当台湾的也有一些的企业 比如说 微胜 虽然没有没有像是的像是 Toshiba 或者是 阿尔斯通 或者现在对华为这么的凶猛 微胜的这个规模没有没有达到那样子的那样子的规模 可是呢在在处理像是微微胜 微胜的曾经的也严重的 威胁到美国的英特尔 那的这种的这种的晶片业 他在IC社设计的走得非常的前面 好了 美国美国现在的对华为不是 不不是封杀是杀 就是你华为只有死在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 你不要以为就说今天我只是把你关进大牢里面的关个半年一年就把你放了没有 就就是你非死不可 所以在上个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颁布的禁令的把过过去美国认为只要你 只要你了 曾经已经的使用了美国 以美国的所拥有的技术的20%的 韩美技还就说呢 韩美国技术的含量20% 那不不是含金量的韩美量 那只要你的你的技术当中的韩美量到20% 那你就呢必须要出口到到大陆出口给华为说的产品都必须要经过美国商务部的批准 上个礼拜呢把这20那就 拿掉 只要你有百分之零点零零零一 都不可以你都不需要经过商务部 那 这个是说产品的部分 他更狠的是是说 连伸展半导体的设备 连你制造产品的设备你买设备 但是呢你虽然呢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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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本身 呃 没有呢没有含美量 但是你所买的设备你做这个产品的设备是跟美国美国买的 因为你的半导体稍微有点基本的概念半导体反正 反正的在在采购上面来来讲的半导体主要就一个是设备一个是制成 绝大部分的半导体的这些的这些商商商商业大概主要就是能在这两个系统里面 一个是设备 一个是制成 那设备比如很有名的像像像像是这个 呃应用材材料那这个是美国的就说全全球的这个半导体设备的大厂 那台湾的台湾的科学园区是应材的这个全球的大客户 因为台湾的台湾的新竹科科学园区太厉害了 好的 他现在过去的多半都是针对制成的部分你的制成技术当中的如果含美量的达达到了20% 那你就得要报告来台湾茶厂看看台积电之后台台积电说我没有 所以呢台积电不理他台积电能就继续对对华为华为的卖晶片 华为的成为了台积电的两大客户之一 就是单一客户来来讲 就是苹果跟华为 过去的华为比较少 但是呢华为现在呢在台积电业务量的暴涨了之后 几乎的跟跟跟跟苹果的是compatible 这种的并驾齐齐区成为 成为成为了台积电的大客户我开玩家讲就是说 台积电台积电的本本身的净值 那可能可以让他股价的撑到大概100块 但是呢有了苹果可以让他到台积电到200块 但是呢如果呢去年前年你会发现台积电从200块冲到300多多块 后面的这一段呢 是华为 所以 台积电本本身值100 有了苹果值100 有了华为再加100 但是现在如果没有了华为那你想那台台积电是要砍100 有有可能啊 好了美国呢美国的最新的最新的禁令啊 为什么会影响到影响今天的股市 因为美国的禁令已经不只是完全针对华为家企业 他现在的针对的是 昨天的所透露出来的美国的商务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一个就是要 要让华为华为死 的这样的禁令 还有 有破口 这个破口呢 就是 那 如果是 如果是其他的 其他的半导体 业者 他们的成品 用了美国的技术 而他们把这些成品呢 把这些成品的卖给 卖给 华为 那因此会让华为获益 那 这怎么办 美国的现在就要考虑 哦 对 好 那这些任何可以使华为获益的 产品 只要有用到美国的技术的 全部呢 都需要暴准 那个暴准的意思就是不准 美 这道的禁令美国商务部的这道的禁令就是有任何一点点使用到美国技术的都需要经过的美国商务部的同意 报准的意思就是不准 你报了也没有用我让你报的是说你要你你就你就自自我审查就就不用了你就跟华为就断绝往来吧 这种等于是要活活生生的呢 把华为的供应链的全部都拆解 你们如果用美国的技术那你小心点你就不要跟华为做生意 你一点点东西 你都能不要的提供给华为 不是就半导体 跟半导体有关的都一样 就是任何能够让华为获利的我让他死 但你还得要你听了这么多之后你还得要回头去想 华华为到底是犯了犯了什么 什么什么滔天大罪 犯了什么逆天的大罪 没有啊 他不就是在5G的发展的路程上面走走得比较快 拿到了非常多的专利 他生产的东西呢又好 又便宜 那美国到现在为止呢5G的效率呢都非常烂 那看着人家好了之后不只是眼红而且要把人家给杀了 因为呢他是中国中国企业 唯一的理由就这样子 先扣了孟晚舟当人质 现在呢扣了当人质的不够 现在的还还是准备的 要让华为死 死透 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 台湾的企业呢 如果呢如果只是在思考什么转单啦 获利啦 那那谁会是呢美国的这种的对华华为的追杀的就说呢 对了by product的受益者受害者 那奇弃小灾 关键在于你要从美国对华华为的这种的 不是封杀 是杀的动作里面 你要知道美国当看上你的时候觉得你很棒 你很好 你要不然就跟台台积电一样乖乖的带着你的最先进的制程到我美美国来成为了美积电不然你就准备死 你作为一个一个企业你碰到的一个 这种的霸权主义的国家 你没有你没有感觉吧 你会觉得 这跟商业上面的纳粹 商业上面的纳粹 非常的恐怖啊 我觉得当我们要允许一种在国际商务当中的纳粹的行为 就是自己办不到的也不让人家办到人家比我进步的而且可能会威胁到我的我非让他死播不可 国际的商业竞争 我们可以容许走到这一步吗 进广告回头了 我们谈一下谈一下 这些人大两会 因为昨天 昨天昨天召开的在北京召开的这个是呢 这是北京的年度的年度的大拜拜 就是北京的最大厂的政治活动 除了什么阅兵啦 或者什么国庆的这种纪念活动之外 就是呃在体制内的常态性的最大厂的 就这一场 好那因为因为政协人大他缺少长设性的开会机制啊 所以一年在这个时候你想要两天的时间了要把稀里糊噜的把一年的准备工作呢都在这两天开会的时候做完 那平常的时候呢都是都都是行行政优先行政强势 基本上面好像平常就没有就没有这些人大政协的事 所以他的前期作业当然也就不可能的是政协人大 他的内部的自发性的这种的 制度运运运作 那在在配合的行政部门的需要 所以他不是一种我们传统理解 在在这种的我们的我们的民主体制当中来讲 那行政部门 立法部门司法部门 的这种的简单的三权的对应 那权责之之间的相互的牵制 或者说合作的关系 好那因此呢这些所有的有关于政协人大开会的时候短短的两天的时间之内要完成这两会的全部的议程的议程 大概都要到开会前的一个礼拜左右 他才会 他才会曝光 才会才会慢慢的去启动一些的思考 知道就说的政协人大的今年的中工作的重点是什么 好那今年当然因为本来从三月初呢改到了五月 改到了五月初之后呢政协政协人大的开会呢当然就有一个 有一个意在言为的意在言外的宣打 就是当这种的这种最大场的政治性的职会的这种的集会 虽然在会场的当中你看到了大家的也都戴口罩 也都一致性的呢戴口罩代表们都戴口罩媒体的事物也都戴口罩 可是呢这种的最大场的集会不是用视频会议召开而是到现场开 中国大陆当然也就借着这种的会议的活动向全世界说明很简单说明一件事情 中国大陆的疫情 结束了 过去了 我们虽然还是在防疫 可是没有疫情就跟台湾现在一样我们还在防疫但是没有一起 昨天有一起的墨西哥回来的境外的移入的case 那大陆的这么大人这么多 当然在上个礼拜 呃 对人大政政协来讲会有一点点的压力就就是在上个礼拜呢在在东北在吉林 那爆发的这个小小规模的群聚感染 群聚感染的连续集集起之后呢这个就说的地方的说书记就被拔了 那大陆方面来讲从武汉开始的标准的处理模式我给你我给你机会给你呢给你这个地方的政府 那包括了就说呢这个党目的系统给你的很很快的处理的机会但是呢谁处理不好疫情谁就滚蛋 那 这次的吉林的也是一样但那个都是很小规模的 那看起来的现在都还是都还是受控的大陆现在的疫情每天公布的数字呢是可靠的 我我觉得没有什么好怀疑没有什么好做文章的 怀疑跟做文章只是你脑袋呢 被意识形态渗透洗脑道你已经的你已经你已经没有办法的去判断讯息 好的但是人大政协除了在高告诉大家也告诉透过了全全世界的媒体全世界媒体当然这个时刻呢都会呢都会集结到北京 没有过去这么的方便了因为从美国的美从这个的大陆呢也驱逐了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纽约约约时报约约时报 虽然呢是Donald Trump的这个的死对头报可是呢纽约时报呢在大陆的记者 本来有三个吧好像也被赶走了两个现在不晓得回来了没没有只留了一个 好那昨天的昨天的这个大陆的人大 大概今天呢会全部完成完成了港版的国安法 我把我把新闻的大概念一下你简单当当背景因为这件这件事情可能是 可不是只有香港 因为从去年的5月开始 那港台的联动性的是非常高的 蔡英文如果说如果没有任何的作票什么选选举当当中我们所说不知道的 那种的暗黑的技法 如果没有 蔡英文就是扎扎实实的赢了817万票 虽然520就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太太陈佩琪 在他的呢脸脸的脸书上面呢发了一句话 就是会骗的人就会骗的就是赢家 呃 这句话你也 你也不用 想太多 他很单纯 他就是写给蔡英文 给蔡英文的贺词 会骗的就是赢家 尤其在台湾 如果你在海外 我也我也不会期待或者鼓励你花太多时间 在台湾内部的花花草草草 不过如果你是你你是你是台湾人 如果你看到了最近的疑似被骇客 害到了之后曝光的总统府或者跟总统府有关的内部的文件当中 之丑陋 由尤其里面的牵涉到的某一些的人 比如林非凡 比如范云 比如呢甚至于 在内部呢要要去去年 这个你看最新曝光的罕见 总统府呢是不评论 有什么好评论的 就认了就是了 有什么好装模作样说我还要去报案 有有有什么好装模作样的 透过NCC警告媒体不可以随意报导 那好像的那个是假新闻 民进党已经已经非常的 非常习惯的用用这一套 用这种的司法的当作是 当作政治正压的工具 就就是 我已经报警了 那这个新闻我不否认 但是你自己要查证 你如果呢查证不实的话呢如果出问题的话你要负责 那个 那个内容 总统府最早可以做个示范了 蔡英文总统可以做个做个示范 最近的曝光的所有的内容 基本上面的方向的只有一个 最近曝光的罕见 除了除了呃 陈陈琦麦的发给蔡英文 的电邮 的内容 涉及到的 是 最新的这种的人事安排 同时呢 陈琦麦的作为 行政院的监军 作为行政院的副院长 作为呢 蔡英文在行政院里面监控苏 苏贞昌的代表 那在罕见里面来讲的提醒蔡英文 有一些的事情不能让苏贞昌做做决定 你要拿拿回去掌控你的人事权 特别像是NCC这种的人事 媒体的媒体的处理 是总统的权责 你说哎我们我们说中华民国的法律里面有这一条吗 处理处理媒体是总统的权责 见鬼了 我们不不不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有个超党派组的组织 是很好听的叫做呢国家通讯传播委我委员会NCC吗 虽然我们常常从媒体的角度来讲我们都叫张希希 什么叫NCC 台湾的政府里面哪有个NCC只有个张希希 以前的你都会觉得呢 这只是叫他张张希希呢 只是 只是给他的取个取个绰号 去去去羞辱他一下去招招他他自己下 只是呢 只是呢对他不满的时候的一个情绪的发泄 可是呢你看了这这些的密寒之后 他发现他真的是张希希 超脏的 那个韩那韩剑我完全我完全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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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怀疑当然是真的 还需要去去慢慢的问问问总统府说这个你们告诉我 你说你说这个经过变造变造在哪里 那哪些部分可能是变造的 那个韩韩剑 我在看完了之后 我的专业的判判我我当然我我假定我自己是专业的 看了这这么多的这种的这种的密件 韩剑 看完了之后 那个韩剑没有问题那个韩剑 从我的角度来百分之百真 好但除了那个部分之之外除了陈其迈那个部分之外 更多的部分曝光的都是去年的民进党党内初选前 蔡英文的如何呢 纠集府院党的鹰派的势力 有尤其呢借着自己当总统的这些呢 权位权品资源 那去拉拢了在当时还不在民进党体系里面的 像是 林非凡 像是范云 好那都参与了这这这场如何在初选当中反败为为胜 从原来呢 支持度则百分之十五 远远的落后呢赖金德就赖金德的一半 到了如何拖延选选举然后呢最后 在民调再加上百分之 五五十 呃就说了这个呃 在百分之五十的手机的民调当中竟然逆转胜还大胜赖金德八点五个半 百分点这么不要脸的操作是怎么做的 那 最近曝光的这些的这些所谓的密函里面就说明了这过程 也包括了像是三立是如何配合去做民调太精彩了 这里面其他的人呢我就懒懒得讲 可是当你看到 OK当 杀赖金德有功之后呢林飞凡很快的 初选完没有多久 林飞凡呢就变成 就变成民进党的副秘书长 很快的杀完赖金德之后呢不分区立委的名单一公布的时候范云的就变成是 以以社会民主党社民党的党魁竟然变成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的第四名 我 我在当时看到这不分区名单的时候呢 虽然范云是我学妹但是我看到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意见 我就从一个政党伦理的角度来讲 你们这些过去在街头奔走 扮演一种所谓精神导师角角色 扮演一种的理念的理念的 理念的传道师的角角色 得这这些人 你们怎么有那个脸 在 作为一个党的党主席却成为另外的一个党的不分区立委 我一直想这里面的卢其实单纯范云的问题还要还是有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故事 这两天曝光的罕见那个故事通通都讲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杀赖清德有功的工程 蔡英文如果说要建一个建一个林烟格林烟格当当中的如果要要挂他的24工程 的图画像每天要上去走一走 要怀怀念要磨磨磨磨拜一下里面 这韩韩剑里面大概24工程 大概的都在里头 你不见得需要去对台湾的内部的是人的事情 能够关注到这么细 可是 台湾的当下的这种的政治氛围正政治空气是极为遏制而且倒退的 美国是不会管这个的美国呢只会这个时候因为需要台湾只会帮台湾擦枝磨粉 蔡英文政府放的屁都是香的 你现在看到的美国政府就是这个样子 继续的凭着想想像 昧着良心说台湾的是民主自由 是台湾的台湾的是 是是是是这个就是说所谓所谓的这种民主阵营的灯塔 楷模 这种恶恶恶心的话在过去蒋介石时代的我会认为是口号 这个在这种的这种的史时代的是昧着良心讲话 好那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很可能是启动包括对台湾问题的一连串处理当中的第一步 今年这两天的时间先处理香港怎么处理进广告回头聊 好如果用我们的我们的听众品的朋友里面也有一些是港澳的港澳的朋友 好的 在打卡的时候呢常常有有香港的听众的上线的打卡 那可以帮我转达一下就在香港的朋友们如果说你是在你是在反送中的期间 那在街头知识的过程当中 那有案底的 或者你你就是没有办法的接受一个一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制下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安排的政治秩序 你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或者你的骨子里面的你就是有那种的有那种港独的沸腾的血液不管那个沸腾的血液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呢你对于英国的英国殖民时代的浪漫的想象 或者呢你呢你只是呢就说的西方有尤其是美国的NED啊 在香港的这些的外围的团体的打手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总而言之如果你跟你跟这些我所说的过去的这大半年的情节是有关的而且你就是没有办法接受有有基本法23条的香港 那赶快走 因为跑不掉 那这个 全国人大呢三次会议呢 那今天开幕会议的意外的这增增加了加进了议程的原来议程当中是不知道的 所以过去一个礼拜的并没有讨论 那不再等待香港的基本法23条的立法直接在香港的实施中国大陆的国安法律 你可能会说怎么可以这么的霸道 我怎么怎么可以呢就是违法乱记到这样的地步不他他并没有违法乱记 香港的香港的基本法 本来就是这样定的 香港的基本法的母法 本来就就在就在就在人人人人大人大的手里面 那现在只是说 香港的基本法到了香港本地 要造成为香港的本地法的立法的过程当中的本地法的立法过程当中的23条卡住了 已经纠缠快20年 那因为去年的香港的反反中中的让让北京的觉得觉得也也不麻烦了香港的特首香港的政府因为已经办不到 你从香港的区域会的选举可以看得出来 他说你怎么能做的 总 United 只是他比例要好 也不重要 他就很想让北京的地法 这度对他说 你怎么能让北京的均一旦 就会不会发生 北京的均一样 北京的均一耳朵